那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考点二 考点二是什么 是分词放在名词后 这个有趣咯 我告诉各位 这个才是真正会考的东西 因为你那个分词放在名词前面的修饰 还是跟一般的形容词还类似 因此常常归类在哪里 归类在英简初级 那么英简中级就开始要考比较深入的东西 如果分词放在名词后 你要怎么去看它 其实同学 我们刚刚在这个形容词子句当中就讲过 你看我的讲义上 这种用法我念一念 使关系代名词当其后句中主词的省略 各位也就是关系代名词 后面的句子是不完整句少了主词 你少主词我就当你的主词 那同学怎么省略呢 第一步去掉关系代名词 第二步其后动词改为 现在分词 第三步 如果你这个现在分词刚好是being 则要去掉 各位很有趣哦 来各位看 谁是那个学生在班上睡觉呢 各位 假使我要求你现在把这个sleep这个字把它改一改 改成一个分词放在这个the student这个名词后面 各位你要记住 你这个空格里原来是两个字 叫做who sleeps 那现在同学我就开始看到了 这个who在其后句中 同学who是当主词 对不对 因为who后面只有动词嘛 sleep 好 那关系代名词在其后句中当主词 我开始进行省略 来同学你自己拿着笔哦 第一步去掉who 第一步去掉who 第二步把sleep改成sleeping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因此who is a student sleeping in the classroom 就是如此 这就是关系代名词在其后句中当主词的省略 而形成了一个分词 让我们看到名词后面有分词 它当形容词来修饰它 同学我们看 那么同学这个题目 我们要从后面来翻 有些美丽的女孩子 在邀请的这些人之列 那么这个题目你看到 among those those代表those people的意思 那同学这个those是个代名词 如果说后面我给你一个分词 给你一个原型动词 invite 我请你改 同学我请你把它改为分词 放在those这个名词后面 我请问各位你要怎么改 大家记住 它原来是who were invited who were invited 同学who前面有名词 those who后面是不是只有动词 we're invited 因此who同学后面怎么样 少了主词 所以说关系代名词who 在其他句中当主词 在其他句中当主词 同学拿一支笔 拿一支笔 开始省略哦 第一步去掉who 第一步把who去掉 第二步把who 改为现在分词 变成being b-i-n-g 以前有个同学 我看到那个笔记上 直接把那个word 改为waring 不是这样啊 这个b都只要先改为原型动词 这下ing 那么第三步有了bein 是不是啊 一律省略掉 一律省略掉 所以说同学 who were 被拿掉了 therefore you should use invited only among those invited 要这样写 才对 好 同学 我们看到底下 快速解题 各位 我说个老实话 多数的人在教文法的时候 教到刚刚同学 就直接做题目了 反正同学对着题目 讲第一步 去掉关系代名词 第二步怎么样 怎么样 各位 说个老实话 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根本不可能 那样去 这样去辨白 你不可能啊 同学 你要记住啊 当你考试的时候 你看到的只有一个名词 后面是 现在分词 还是过去分词 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解 各位 大家记住 每个同学 大家都看我这来 大家看我这来 同学 其实 你现在不要站在 学生的角度去看 你站在学生角度看 你会觉得说 很不舒服 你会想说 哇 老师 这么多 这么多词列要学 又有什么动词啊 分词啊 不定词啊 动名词啊 我都快头昏了 其实啊 各位 请你站在 出题者的角度来看 我告诉各位 其实出题人 是非常不好出题 为什么 同学 所有的这些 不定词 动名词 分词 还有动词的时态等等 它的基本都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动词的最基本 急物跟不急物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 我教你一招 你有看到什么时态 不定词 动名词 分词等等 这种题目 你只要用老师这一招 就是判断他最基本的 急物动词的特性 基本上同学 马上就已经可以看出来答案了 各位 你看好 记住 只有急物动词 才有被动 这是急物动词的特性 同学 那你看 急物动词 基本上同学 是不是都要加 名词当受词 是不是啊 你看 同学我底下写的 第一个 急物动词 不管是现在式 或者过去式 急物动词 像吃 我吃面包 我吃食物 对不对 或者kill 我杀他 我杀了 那个野汉子 这个跟我女朋友跑的那个 我杀了他 那个kill 是受词啊 那么同学 如果现在分词 后面也是要加名词当受词啊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现代分词是来自于急物动词 对不对 那如果说has have 加pp 如果这个pp 是急物动词的话 是不是 也是要加名词当受词 对不对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被动就不要受词了 如果逼动词加pp 这个就不要受词了 这个你就不要放受词了 好孩子 你只要想通这一点 老师可以告诉你 你解题的时候 你大概就ok 来各位 我给你几个题目来看看哈 同学 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 你看 he sold the house sold 同学 我卖掉这个房子 同学 sold 是急物动词 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过去式 后面加受词 he is selling the house 他正在卖房子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急物动词 后面 是现在分词 因为是急物动词缘故 所以说他也有受词 the house 再来第三个例子 he has sold the house 他把房子卖了 我请问大家 has加PP 这个PP 是过去分词的 是不是 有受词 但是如果你改被动的 house was sold 后面就不要受词了 到此就结束了 对不对 同学 等一下解题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来看 我告诉大家 保证咱们的题目 十题九题半 都能够解得出来 来底下的考题 拜托同学 好好的做一做 有些同学 就啪一下 你就赶快快转 快转到老师讲解的地方 同学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哪有什么学习效果 所以帮帮忙 如果帮帮旁边 爸爸妈妈的话 拜托把电机棒拿出来 让孩子们 一起来坐一坐 各位同学 请看到第一个小题来 各位把空格后面的by 把它圈起来 各位看到by用被动 记住这件事 看到by用被动 同学这个不用去谈 所以说同学 你的答案里面 如果说有第二个b 这种东西 那保证是完蛋的东西 这个答案同学 是不是要选择 第四个d assign 同学 assign 大家想一想 assign是指定 好比说 我指定这个功课 这个功课被我指定 I assign some homework for you to do at home 那么因此同学 它是个极物动词 你想一想 我现在用过去分词的形态 摆在这个地方 那铁定后面不必加受词 后面同学 你会发现 果然没受词啊 各位自己付诸 老师现在答案选 第四个d 是有道理的 是因为他前面 省了两个字 叫做which was 赶快自己付诸 which was a sign 他说 被老师所指定的功课 今天早上啊 指定的实在很长啊 所以说第一步去掉 which 第二步was改为being 第三步being 省略掉 因此我得到的是一个assign 考试的时候 同学大家记住啊 如果你发现 是一个极物动词 而它后面 没有名词当受词 那你就知道 根据我们刚刚的分析 那铁定就要被动嘛 对不对 你不被动 那你主动 你就要有受词 现在是后面没受词 所以我就知道 它是被动 各位看到第二个小题 one come from the greek war catadupa 他说啊 其中一个来源 是来自于希腊的一个字 叫catadupa 同学catadupa 是什么意思 是瀑布的意思 waterfall 同学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题目 我一看我就知道 第二个b要出局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同学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引号 同学大家自己付诸 引号视为一个名词 引号 管它里面几个字 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一百个字 同学全部都视为 一个名词 记住 引号就是一个名词 那同学后面都有名词呢 那不用说 一律用主动的现在分词 因为 名是极物动词 后面有名词当受词 我贴定又主动 所以答案选择c 这个题目自己付诸 就拿第一个a来讲 它前面少了一个字 叫做hich 原来是hich means hich 前面有名词 后面接一个动词 很显然 后面没有主词 所以说hich 当其后句中的主词 那么关系代名词hich 在其后句中当主词时 我们可以进行 关系代名词的省略 第一步 去掉关系代名词 第二步 动词means改成现在分词 所以说答案选择c 所以说同学 你如果慢慢解 你知道它是hich means 可是你速度快一点的话 你就直接跳到后面 oh 是极物动词 后面有受词 一定用主动的现在分词 各位请看第三题 Sindy kept all of her important documents in the middle desk drawer Sindy把所有它重要的文件 都令这些东西被锁在中央的抽屉 那么同学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你空格前面有Documents 文件 对不对 那你空格后面有什么呢 叫你填一个分词 lock 是不是锁 我锁东西 东西被我锁 各位 这是不是一个到底的一个极物动词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这个答案 老师可以选什么 我可以选择第三个C lock it lock it前面很显然同学 闪了两个字 叫做hich were hich were 第一步去掉hich 第二步were 改为beying 第三步beying 省略掉 所以剩下一个lock it 同学 你自己看看 lock是集物动词 你空格后面有没有看到受词 没有啊 所以说我就用被动 就是这么简单 要是我来看的话 我速度很快 集不集物 集物 后面有没有受词 有受词用现在分词 没有受词用过去分词 我这速度快得不得了 各位请看到第四题 we need to check the file to the email 我们要检查一下 你附在email里面的一些档案 那个档案你要检查一下 同学attach这个字叫附着 把什么附在什么 把a附到b 把这个相片附在这个email里面 同学这个attach附着 当然是集物动词啊 同学其实他的tach就是touch的意思 就是touch touch alu 可以互换 这个我们在单字班会讲 那么所以说同学 你看同学 我刚刚的招数 attach是集物动词是吧 好 那请问一下 空格后面有没有名词 空格后面就有个界隙词to 我立刻就知道 集物动词后面没有名词当受词 一律用被动 所以我的答案选择b 我速度就这么快 我就这样 所以说同学自己付诅 他这个第二个b 前面省了两个字 叫hitch is hitch is 就是这个档案 被附着到email上 那当然第一步去掉hitch 第二步is改为being 第三步being省略掉 所以说我们得到一个字 叫attach it 同学看到第五题 the manager promised to keep me of how our business was going on 经理承诺我 让我随时了解到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生意 进行的怎么样 不会说让我们的员工不了解 整个公司的营运状态 各位大家请看 这个时候keep me 这个me是一个名词 后面同学 他叫我放一个分词来修饰 这个分词同学是inform 是inform 同学inform是急误动词 叫做通知 我通知他 他被我通知 同学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我问大家急误动词后面 如果没有名词的时候 用现在分词来用过去分词 当然用过去分词 是不是啊 所以说答案是选第三个c inform的 你如果今天答案选择b informing 你答案选择d 我请问你 你那个急误动词 现在分词 你的受词在哪里 你后面现在只有一个介习词of 你怎么可能用 用急误动词的主动呢 对不对 所以同学翻来覆去 你就发现 那根本就是急误动词的运用 各位请看到第六小题 The speaker for her speeches was warning received by the audience 这位演讲家 以他的演讲而注明 受到观众们热烈的欢迎 各位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同学主词室的speaker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主词后面打一个斗点 各位记住 主词后面有斗点 下个斗点后的第一个字 一定是动词 果然是什么 是was 是动词 是不是 好 那么同学 我想一想no这个字 我认识他 他被我认识 很好同学 这是急误动词 是不是啊 那我赶快看看同学 空课后面 有没有名字当受词 哇 空课后面 只有一个借记词 for 又来了 那我就知道 当然要用过去分词了 答案选择 D non 同学赶快付诸 前面省了两个字 叫who is who is 被省了掉了 who is 被省了掉了 就是这个人 相当著名的是 因为什么东西 各位你自己看 那个第一个a 这个have 后面加PP 那个PP是急误动词 你后面要接受词啊 你第三个c 现在分词 急误动词 后面要接受词啊 所以说同学 翻来附近 你不觉得都是 我刚刚那个速解法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各位看到第七题 this store sell item from beautiful wood 他说这些商店 都在卖一些item item就代表东西 纪念品 这些纪念品 是由美丽的木头 所做成的 同学make 制造 我知道家具 我制造玩具 我制造机械 同学请问一下 这个make 是不是到底的急误动词 是不是啊 所以说同学 大家请看 空格后面 有没有名词当受词 没有 空格后面 只有一个front 只有一个界隙字front 所以说同学 不行 要用被动 所以说答案选择 c make的 同学请问大家 这个make的 是不是又是前面 省了两个字 which are which are 被省略掉了 或者which were 同学都可以 随便你怎么讲 你看第一个a 主动 第二个b make的主动 第四个d主动 请问一下 你这急误动词 主动 你的受词在哪里 你没有 你怎么可能 放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各位请看到 第八题来 the number of athlete 就是运动员 运动员的数字 同学 the number 画底线 我们刚刚前面几讲 已经讲过了 the number 出现要用单数 同学 这一点 倒是提醒大家 那么 这种运动员 他参与 夏季的 残障奥运会 这个 paralympic games has increased from 它的数量 是从 这个 四百个运动员 已经四百个 从 二十二个国家 在一九六零年 结果现在增加到 thre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six 三八零六 三千八百零六名 来自于一百三十六个国家 到了二零零四年 那么同学 大家看 participate 就要参加 各位 这个字 你要有点经验 participate 同学是 不急误动词 要记住 他后面一定要加个 介细词 in 后面才可以加受词 for example I participate in the game 我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说同学 participate you should act in behind participate participate in 同学 所以说这里是 不急误动词 不急误动词 一律 我们在用分词的时候 用现在分词 所以说答案请各位选择 那么同学 自己付诸 这个c 来自于两个字 who participate who participate 好不好 who去掉 participate 改成participating 你有没有发现 后面有个解析词 in 非常好 各位 请看到第九题 gateway drugs or substance people take 同学先看到这里 同学 入门的药 入门的毒品 是那些人们在吃的 同学 substance 是一种物质 或者一些东西 后面省了一个字 叫做which 当做take的受词 他说这种药 引导他们 来吸更多的毒 例如说同学 那个什么摇头丸啊 或者说同学 什么有人吸胶啊 或者这些东西 那么同学 这些东西 也许他的剂量 比海洛因啊 什么来得轻 但是你 吸多了 弄到最后同学 也最后导致 去吸毒 是不是啊 所以说同学 大家请看 这个题目很有趣 这个题目 同学大家请看 gateway drug 是主词 动词是are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 substance 是一个名词 当做are的补语 它后面有 the people take the people take 同学 你要记住 that people take 这三个字 大家被省略掉 这是第一个形容词指句 那么后面这个that 是第二个形容词指句 都是修饰 前面的substance 都是修饰 前面的substance 所以说同学 大家记住 这个that 关系代名词 其后要动词 它在其后剧中 当做主词 所以说这个题目的答案 同学选择a 这一题真的不简单 因为这个that的前置词 是前面的substance substance 同学这样懂吗 千万不要答应选到b 因为b的话 变成你没有看到那个s 是不是 各位请看到第十题 Lefter 2 has a beneficiary effect on our immune system 它说怎么样 the production of white blood cell 它说效有一个好处 beneficiary叫有益的 有一个好处的效果 对于我们的immune 同学immune 我们直接翻它的音 免疫 immune 免疫系统 也就是说效 开发大效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有好处 它说这个免疫系统 同学 它能够生产 白血球 同学 你看到现在 ABCD的答案当中 是不是用一个字叫 encourage 叫鼓励 我鼓励它 它被我鼓励 所以鼓励是个极物动词 同学 你现在叫我把encourage 改为分词 各位有没有看到 空格前面有名词 后面也有名词啊 哈哈 太棒了 极物动词 只要后面有名词当受词 我铁定又主动 你后面没有名词当受词 我就用被动 就用那个PP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答案选择 C encouraging 各位自己付诸 这个地方的encouraging 根本就来自于两个字 叫做 which encourages 也就是第一个A 前面加一个which就对了 那么which在气候剧中当主词 第一步去掉which 第二步encourages 把它改成为encouraging 就是如此 字幕志愿者 杨核胃hal